关注社区动态,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8号,我是文康 外国注册车辆入境准证VEP实行的头两天 当局检查了678辆来自新加坡的汽车 其中50辆汽车的车主未提交准证注册申请 因此被开出提醒通知信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日在巡视柔佛长梯通关情况时表示 截至目前已有75,412辆车完成注册 并安装RFID识别标贴 另有37,246辆车的申请仍在处理中 总申请量多达112,658辆轿车 他也指出还没提成申请的车主会接获提醒通知信 该局现阶段以提醒为主 希望还没申请准证的车主加速提交申请 他还提到下一阶段将推港VEP政策至台马边界 并计划在更多地点设立合作站点 加速RFID安装进程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柔芯经济特区的最新情报 在今早的柔佛州立法议会上 柔佛州务大臣纳东和菲兹表示 柔芯经济特区的推行将面临许多挑战 包括本地人才短缺 周边地区的产业价格和生活成本上升 以及柔佛地区发展适合的风险 特别影响B40和M40群体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 政府将透过人才培训计划 积极培训具有竞争力的本地人才和劳动力 同时在特区内兴建更多可负担房屋 以缓解生活压力 大臣也承诺在推展柔芯经济特区之际 也会扩大发展其他线 并为本地企业提供奖金和支持 让本地企业在更高层次与领域上具有竞争力 此外政府也将加强与维护本土文化 以传承柔芯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 大臣认为特区的发展将推动多个经济领域 有助于我国 尤其是柔芯州 他相信特区的成功推行将令旅游业 饮食业 农业等经济活动获得大跃进 帮助柔芯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位于麻坡的一支华校乌龙队 巴东正光华语学校成立了一支乌龙队 由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组成 是麻坡地区唯一的华校乌龙队 校长张九行表示 成立乌龙队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 并提供学生学习团队合作的机会 乌龙队在2019年成立后 虽经历疫情暂停 但现已恢复并多次演出 校长披露 乌龙队不仅传承文化 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与自信心 同时还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出勤率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